收到了桃園中正市场的美食 除了米干跟颠免菜 里头还藏有一间超人气的甩饼摊 煎到金黄的甩饼 有着比台式葱油饼更加酥脆的口感 软中带Q的层层面香 一口咬下外皮香酥不会油腻 包进了香辣多汁的达泡鸡 层次很丰富 绝对是众口味者的最爱 懂吃的饕客 还会来上一杯现泡的泰式奶茶 茶香跟奶香的比例调得恰到好处 甜而不腻的口感让人好满足 你好 小姐要什么 这个奶油炼乳吗 好 要先带一下外带 就算外头气温再低 桃園中正市场的这家甩饼笑摊 照样人气满满 假日的话人潮都非常的拥挤 基本上你假日来的话 起码要等个10到20分钟 尤其像今天它 它天气非常的寒冷 但吃一个热热饼 你会觉得说感觉暖在心中 我至少吃了20几年有 它从以前在市场里面 在卖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在吃了 然后还牵出来这里的时候 离我工作地方很近 更常吃这样子 所以它是从我 从小大大的回忆美食 北淘泡的甩饼 在火烫烫的热油里 度上闪闪金光 包进咸香够味的打拋鸡 咖喱豌豆或是甜而不腻的 奶油炼乳 巧克力Oreal 烏热麦香口感都很淘气 刚来买第一次吃完之后 又跑来买第二次 就是觉得很甜很适合 吃完饭当点心吃 我有时候会当早餐吃 然后下午茶也会 就是可能去吃个米干完之后 出来就是想吃一点甜的 超客一吃就停不下来的美味 除此老板马伟伦的手艺 她熟练的干饼皮 甩饼皮 层层捐起在鸭饼 让甩饼更有层次 我妈妈它是泰国 甸棉华侨那边的云南那边 所以这个甩饼的话 也比较偏向于 泰国甸棉云南那边 一开始很多人误会 这个是什么东西 是葱油饼加炼煮吗 我们的是有层次的 吃起来的话 因为有经过甩的这个地方 所以吃起来的话 它就会比较有层次 但是葱油饼的话它没有甩 它就是成品好了 就直接下去油锅煎 所以口感上的话 就会比较不太一样 从泰国复制到台湾的甩饼 里里歪歪都是功夫 马伟伦传承妈妈的好手艺 加上新创意 想功好可未累 因为一开始的话 妈妈在卖的话 就是只有奶油链 那后来我们去到泰国的时候 就觉得说打拋鸡 这一项我觉得 加在甩饼里面 是非常 应该会很搭的 洋葱大火爆炒 竹脚鸡肉豪迈下锅 在炒锅里 自自作响 散发出阵阵诱人香气 接着加入辣椒 肠豆 提味的九层塔 打拋液也通通不能少 重口味的打拋鸡 是在地人最爱的口味 因为在龙岗这边的话 大部分都是云南人 泰国人 越南人 印尼人 连甸人 就很多都聚集在龙岗这一代 所以我们炒的口味也是 比较重口味 比较道地一点 挖起一大勺的打拋鸡 包进热腾腾的甩饼里 打口咬下一层一层的饼皮 外酥内软又嚼劲 入口散发自然的面香 爽口不会油腻 打拋鸡肉馅充满肉汁 微微的辣劲 更是让人轻易打开 第一次吃它是甩饼 它完全不会油 脆脆的然后很酥 很多层次 而且它的那个内馅 就是甜中带辣 软中带Q的饼皮 和浓烈成口的咖喱 软棉滑顺的豌豆 也意外合拍 层次丰富的咖喱豌豆甩饼 脚感十足 越吃越上瘾 点菜率超级高 饼皮外面是酥的 然后里面因为它是很多层 所以吃起来就有点类似像 可重的感觉 一层一层的 它的分层很十分的明显 然后它里面的内馅呢 它有浓浓的咖喱香 然后它里面 因为豌豆它把它给 生成泥状的 所以它吃起来会有那种 很creamy的感觉 马维伦忙着包病 妈妈则在一旁赶皮 30年前 她从泰国移居到台湾 在桃园龙岗落地生根 扣着甩冰养活一双额女 假日啊 就带着小孩 前面站一个 后面背一个 就带着饼出来卖 我知道很辛苦 但是可以照顾小孩 照顾家 那就 我们家离市场也很近 所以也做习惯了 也苦得开心 因为小孩很乖 很孝顺 他们也愿意介绍 因为我们的话就是父母离异 然后我跟姐姐的话就是觉得说 因为摊贩就是真的是很辛苦 然后也是看天气过生活 会想要帮忙妈妈分担这样 大概幼稚园的时候 我们就出来帮忙 从装袋子找零钱 到后面慢慢到现在会甩啊 到现在的话 妈妈就是算半退休 为了让妈妈可以好好休息 当同龄的朋友都在上大学时 她却将时间揉进一张又一张的饼皮里 闻着日复一日的油烟味 就是在高中的时候 其实要准备毕业了 很多同学都要去读大学 当然我也很想读大学 可是就要去上课嘛 就没办法 就是说早上啊 七点啊来这边 然后可能回家还要再做饼这样 因为像我从国中高中 我们读书的时候我回到家 就是去做做帅饼这件事情 然后就这样一路到高中 所以高中毕业我就觉得说 要接下妈妈这个 因为她已经辛苦这么久了 这一切看在妈妈的眼里 除了心疼也觉得欣慰 开心啊 很感动 也是很心疼他们啊 也有把我的一路来的辛苦 跟他们讲 尤其我们在鹿饼汤 风吹淋雨的 他们愿意吃苦这样子 如今屋子亮一起在市场里 努力打拼 不但让手中的甩饼 变得更有滋有味 也有咸有甜 满满的Oreal饼干 豪迈铺品 再淋上巧克力酱和炼乳 一起卷起来 大口一吃 甜蜜蜜的滋味在嘴里融化 不管大人小孩都很喜欢 Oreal口感里面的小饼干是脆脆的 然后外面的酥酥的 加上一个炼乳 让里面有点柔软软化的感觉 有点酥酥嫩嫩的感觉 多层次的口感 其实看上去感觉 好像很甜很腻 其实不会 我要一杯泰式奶茶 同场嘉义的还有这杯 滑顺不色的泰式奶茶 茶香芬芳香甜不腻 很多客人都会一卷甩饼 配上一杯泰奶 幸福感满满 阿伟伦和妈妈默契十足 两个人在摊子前 配合得天衣无缝 小小的甩饼摊 走过30个年头 未来也将继续成递幸福滋味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铜板价的包子馒头 是不少人很喜欢的早餐选项 新北瑞芳第一市场里头 有些专卖包子馒头的小摊 特别的玫瑰造型馒头 艳丽的红色是用红曲蜜 红枣跟红酒来做成 不只卖相超级吸睛 吃起来扎实有Q劲 还带有淡淡的红曲香气 超人气的咸蛋黄肉包 包进了新鲜的温体黑猪肉 跟整颗的咸蛋黄 蒸熟之后香气四溢 一口咬下还会喷吃 打开蒸笼 飘散出的蒸腾热气 狭带着浓厚的面香 五颜六色的包子馒头 不仅色彩缤纷 吸引目光 更勾起时刻的好奇心 那个是蔓越莓 然后这是红麴 红酒 红枣馒头 南瓜 黑芝麻 这个蛋黄肉包 那边有蒸好的 新北瑞芳第一市场 在地的美味补给站 其中之间 隐身在市场一角的馒头摊 老板黄瑞熊 天还没亮就上井发条 赶着替早青鸟准备早餐 琳瑯满目的包子馒头 一字排开口味多达20重 让人眼花缭乱 这家非常好吃的馒头店 是隐藏在瑞芳市场的 一个小角落 然后只要每次进来采买 都会闻到浓浓的那个馒头味 坦白讲 我还没有看过 馒头还可以做成这种玫瑰的 本身又好看又好吃 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个 每次来 因为它的那个馒头的种类 真的很多 然后我看了 不知道怎么选 选了会 每一样都想吃 平民的日常面食 能在韬客调体的嘴里 渗出原料 一定要天然 色德鲜红的红麴红酒 红枣馒头 使用发酵过后的红麴 红枣和红酒 让白鲜的面粉 染上玉抹烟红 红枣红麴 还有红酒 先浸泡一个晚上 那为什么会加红酒 是因为红酒下去 它可以把红麴跟红枣的香味 提升 达到另外一个层次上